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们休息一下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数字 现在这个数字还在标准 我们现在要播放首部曲 必须要声明如下 一 我们所做的 所有的报道内容 完全百分之百 针对 数据 针对可疑的数据 来进行讨论 以及发布 让人民知道 这个数据很奇怪 第二 这个数据是来自东森电视台 我们要询问东森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在播报的时候 出现这个可疑的诚思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讨论政党 不讨论政治 我们是讨论数据 接着 我们来看 所部曲 东哥 到底是如何去发现 这个可疑的城市 整个过程 我用影片来显示 我会轮播到明天 让大家来看 到底是怎么会发现的 一起来看 我现在要跟大家报告 这个可疑的城市 是怎么发现的 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可疑的城市 蔡英文 韩国瑜 加上宋楚瑜 三个人的得票 总数 加起来是999万 我们就统计到万位 999万 记住这个数据 接下来继续看 这个 这个是东森电视台 在109年的1月11号 从这里进去 就可以看到 那个可疑的城市 接着看 可疑的城市是这个 那为什么我会发现它可疑呢 因为 就在开票10分钟 下午4点 109年1月11 下午的4点10分 21秒 它竟然1秒钟的时间 4点10分22秒 只有一秒钟的时间 从3917秒 直接跳到将近600万票 我们就发现 它很奇怪 中间有一个隐藏版的东西 隐藏的东西 会被显现出来 就在这里边 有15张的 电视画面的表 因为它速度太快了 所有的 一般的民众是看不到的 我就想办法要把它找到 所以 终于被我找到 我 证实 这一个城市 是存在的 而且是 这个 来自 东升有线电视的 实体画面 就是这一张表格 怎么发生的 怎么发现 从这边来看 包括 这个 刘宝杰 他都下一大跳 刘宝杰都下一大跳 奇怪 怎么会突然间 变599万 他自己都下一跳 我们来看一些画面 好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下午4点10分21秒 刚开票10分钟 这边是3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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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隔一秒钟 它会变成机票 你看 这个是实际的电视画面 现在直接就跳到了 599万 现在是10 10分22秒 一秒钟而已 变599万 好 我们现在接着看 它是什么反应 它是什么反应 它当他讲到 韩宋楚瑜 来到了什么 几趴的时候 他就发现了 所以他想要 赶快把这个画面搞掉 弄掉 不要让人家干 然后赶快休息 进入广告 就没想到 没有进入广告 还拍着他 来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个跟题目都无关 他想离开这个画面 所以他说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结果没想到 画面没有带走 还是拍着他 你看哦 他会讲出一句哦 数据还在变化 票数还在变化 注意听哦 有没有 这个数字还在变化当中 因为他知道 露线了 露线了 看看很紧张的点 看得很清楚吧 接下来注意看 最精彩的 你没有没有看到一个画面 手就提起来了 定格给你看 有没有 他刚刚就做了一个这个动作 他向着 工作的眼表示说 糟糕落线了 我们就是从这里抓到的 我们就是从这里抓到的 有冲突 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数字 菜文都在五成八跟六成之间 而我们看到韩国瑜 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 好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数字 现在这个数字还在变化当 所以小屁 好 好 现在我在直播中 我现在跟各位好朋友报告 这个影片 手部曲 我现在放到这边 然后 我今天晚上 知道吗 会让大家一次吃到饱 一次吃到饱 就把手部曲 就是说 我如何发现了 然后呢 那六十比三十比八 那整个过程 以及那个 那个变化的那些 那些影像 全部终终给大家看 最后 因为这个城市 这个异常的数据 竟然可以让我在下午四点十分 用它的数据 直接算出 韩国瑜跟蔡英文两个差距 是两百六十万票 准确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 我就觉得东森很厉害 他竟然可以 异常到这种 这么厉害的数字 今天晚上 我会让大家一次吃到饱 绣出去 从头看到尾 一次把它看完 那这里面呢 我有跟律师研究过 可以绣的 我都绣了 当然不能绣的 你会说 奇怪那个什么没有看到 那是不能绣的 我就没有绣 不过 基本上我刚刚讲的那些 大餐 今天晚上 让大家一次吃到饱 本来东森的事情 我已经很久没有提了 因为 因为 说实在也是不关我 因为我也不是候选人 结果没想到 有人丢出了感染汁 故意啊 要让我再讲一遍 弄了一个啊 妨碍公务啊 来告我 我问检察官说 是谁告我呢 竟然说没有人告我 没有人告我 怎么会妨碍公务 好 真的是有鬼了 60比32比8 这个数据又不是我讲的 是东森电视台讲的啊 如果真的黄爱公务 他对着全中华民国的人民 放送这种讯息 应该是他吧 中央选举回 我从头都没有提到啊 就是有提到 也没有说 这是他的啊 此地无银三百两 哈哈哈哈 我们就等着吧 如果万一起诉的话 那就更好玩 嘿嘿 我连刘宝杰 都要请他来说明一下 你这个数据让你吓一跳 请问你们数据怎么来啊 这个问题只要一起诉啊 就会很精彩 就会很精彩 因为检察官就要去查证 这些数据是怎么来的 是谁写的 这个工程师是谁写的 所以这个我们就等待通知啊 等待检察官那边看怎么样 不到目前为止 我做了一个 不会自杀的声明 也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因为有很多的好朋友说 东哥 你要弄一个 不自杀声明 以防万一被陷害 哈哈 为了安全 所以我就 嗯 好 好 我就弄了一个不自杀声明 在这边我也再讲一遍 我动不掉割歇一层 绝对 不会因为任何的原因 自杀 如果 我被 陷害了 那只有跟我对立的 对立面的人 所作所为 就怎么样 先声明在先 所以有关那件事情 我是 不会害怕的 因为 那些数据 百分之一千 没有一个数字 是我自己创作的 所以有很多的好朋友 看到我那个 画面之后啊 呈现了那个东森那个 截取的那些隐藏版的画面的时候 有很多的好朋友怎么说啊 哇天哪 我看到了什么啦 天哪 不可思议的东西怎么会出现 天哪 这是这 这怎么回事 都觉得非常的好奇 现在我来告诉大家 这个隐藏版的内容 是怎么被发现的 109年1月11日下午4点10分21到22 一秒之间 我们看一下怎么被我发现 它的隐藏版的内容 来 现在我们准备 要来看21秒 到22秒之间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时间点是 21秒 那么一直到结束 也只有22秒 所以它只有一秒钟的时间 那么这一秒里面呢 我们 一般的 观众会看到3917 同时会看到599 中间都看不到 因为它跳过去了 就是这么快 就是这么快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分解开来看 它会变成20 60 100 140 180 220 260 然后韩国语呢 你看哦 从10万开始 21 变成32 加21 53 53 加21 74 74 加21 等于是96 2020年 2020年总统大选 东森电视台 报票系统发生异常 从3000多票 从3000多票 在一秒之中 直接跳到599万票 而且在一秒过后又恢复了正常 依照这些数据 演算出60 比32 比8的得票比例 109 109 109 1 10